所以如果你命功福德功有靈心 就代表在感情上面 如果一旦被傷害 你就會發現 你自己會預想了非常多 自己很可憐的狀態 靈心是一個 會把自己當作受害者 永遠都覺得別人在傷害我 所以在感情上面 一旦別人對我 不是我如預期的這樣 然後我是被拋棄了這種感覺 靈心就會變得 不行 我一輩子都覺得我要受害 我覺得一輩子都會 而且靈心的特質是 我覺得有一天 他應該會回來 他可能會回來 所以靈心的心理狀態是 一旦遇到這件事情 就會覺得 應該遲早會有回來的一天吧 也許有機會吧 的這種感覺 你知道這樣的心態 會造就一個結果就是 我沒有辦法面對真正的事實 我好像某一天 我就期望著會回來之後 我們就切斷不了那樣的關係 所以有靈心 會在命功福德功 你就很容易在感情上面 走不出自己的節奏 你會發現 我只能活在那樣的 陰影裡面的感受 美老師 哪些只為命格的人 失戀後容易走不出來 今天的題目叫做 失戀後容易走不出來的命格 我們要看的功位是命功 跟福德功的兩個位置 所以來賓 你們也有命功跟福德功 像小欣姐的命功上面寫天府 對 然後你的福德功上面是 連真跟貪狼 對 你可以先記得 如果等一下有上榜 我會特別解釋一下 小欣姐上面命盤的組合 然後秀芳姐 秀芳姐你的命功上面是紫薇 天象 秦陽跟帝傑 對不對 總共有四顆星象 福德功上面寫七善 對 所以來賓 觀眾朋友 也幫我看一下 命盤上面來講 你的命功 福德功 有沒有這類型的星象 我今天會特別講一下 兩位來賓在 比如說感情上面的對待關係 失戀後的反應 以及你們的性格 到底會呈現出如何的狀態這樣 我們先來看一下第三名 來 第三名是 如果你的命功有秦陽 或福德功有秦陽 這顆星的話 跟大家特別講一下 秦陽失戀後 會容易走不出來的主要原因是 完全不服輸 秦陽在我們的意象裡面 秦是大的意思 陽叫做陽的腳 我們有沒有看過三陽 那個腳是不是很剛烈 所以秦陽這顆星是命凡上 剛烈性質最強 任何事情都打死不退 而且具備控制欲的形象 對 錯也要錯到底 對 錯我就是錯啊 怎麼樣 要不然你的拿我怎麼樣 秦陽就是這個性格 因為秀芳姐是在命功本質 所以秀芳姐是鐵真真的女漢子 是 可是很麻煩是 他旁邊多了一個地結 地結這顆星就麻煩了 因為地結這顆星呢 是一個做夢的心象 也就是說 有著仰角 但他在做夢 也就是說 就算沒有人跟他爭 他也會跟人家爭 所以地結是一個 會有自己的預想 就算沒有人跟他爭 他也跟人家爭 對 舉例 他會預想覺得說 他可能會做一些什麼什麼 舉例他會預想說 我的男朋友會給我一個 很浪漫的東西 也像說 為什麼秦陽地結走不出失戀的 傷痛的原因是因為 他已經把未來想完了 這個男的這麼好 我們兩個婚禮一定很盛大 我們兩個都是美國出生 我們可以去美國生活 我們可以有個很好的小孩 我們可以未來很怎樣 就他已經全部都想完了 所以地結讓這個秦陽的 那個控制感更強 因為你的秦陽本來要控制 就你又做夢了 代表說我覺得 這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完蛋 是不是全部自己 啪啪打臉 然後他就會覺得 那我前面花費 那是晴天霹靂 我要控制的全部都失去了 所以在感情上 只要有秦陽心 就很難去處理到這件事情 我必須講 秀芳姐其實是一個 非常簡單 單純 直接 但是有的時候 需要別人保護 但是又不能是 我擺明需要別人保護的人 就是一個很難搞的 水灑很難搞的 沒有 我就是 基本上我都是自己 有傷口都是自己躲下來舔傷口 然後半天再打給人家 問題是你傷口是自己撩的 傷口 對不對 誰知道碰到渣男 你有什麼辦法 什麼渣男 那是你 幸好當年沒有追你 那我要舔傷口了 就是秀芳姐上 命床上呈現了 秦陽的這個意象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名 來 第二名是 如果命功福德功有靈心的話 靈心這顆心就是一個鈴鐺 它會一直亮亮亮 所以如果你命功福德功有靈心 就代表在感情上面 如果一旦被傷害 你就會發現 你自己會預想了非常多 自己很可憐的狀態 靈心是一個 會把自己當作受害者 永遠都覺得別人在傷害我 所以在感情上面 一旦別人對我 不是我如預期的這樣 然後我是被拋棄了 這種感覺 靈心就會別人 不行 我一輩子都覺得 我要受害 我覺得一輩子都會 而且靈心的特質是 我覺得有一天 它應該會回來 它可能會回來 所以靈心的心理狀態是 一旦遇到這件事情 就會覺得 應該遲早會有 回來的一天吧 也許有機會吧 的這種感覺 你知道這樣的心態 會造就一個結果就是 我沒有辦法面對 真正的事實 我好像某一天 我就期望著會回來之後 我們就切斷不了量的關係 所以有靈心 會在命功福德功 你就很容易在感情上面 走不出自己的節奏 你會發現 我只能活在 那樣的陰影裡面的感受 靈心就是一個 原地打轉的心 就是那個鈴鐺就亮 只要風一來就亮 也就是說 我本來覺得我放掉 但其實我根本沒有 我期望有一天會出現 結果我走在路上看到他 哇 他看起來很猶豫 他是不是因為跟我 跟我分開之後覺得 過得很不好 哎呀 怎麼辦呢 那我是不是應該要怎麼樣 的這種感覺 靈心小劇場很多 哇塞 就以為自己走出來了 然後瞄一下 他又回到 哎唷 你怎麼看 對 只要一瞄 看到一個畫面或一個鏡頭 這個人好像過得很可憐 一定是因為我 心想說其實根本不是 可能只是他 讀書讀博讀書了這樣 可能就沒感覺 會錯意 所以靈心是一個容易會錯意 所以感情上 就比較難走出來的特質這樣 但這是我們二三名 我們還有一個第一名 也就是我們的 最大大魔王的特質 來 我看第一名 來 第一名是我們的 陀螺這顆星象 來 陀螺這顆星象 貴為第一名的原因是 陀螺就是原地打算 剛剛鈴鐺是不是叫做 哎 我亮一下有風來 我才會受到影響 陀螺不是 陀螺就是那個點我踩住了 他一定會回來 他一定是因為什麼原因 他才拋棄我 他一定是因為 有不得已的苦衷 他一定是因為怎樣 所以我覺得我一定可以 在這邊等他的這種感覺 所以陀螺的實現 就會拖得更長 因為陀螺是一個 沒辦法面對真實事件 真實事情 很容易把自己放在一個 我覺得沒有啦 我認定的是對的就是對的 其他事情我不要改 的這種感覺 我知道有一首歌的人 就是這樣 安平追詳曲 安平旅雙曲 心屬 謝謝 謝謝 來 預備 是 心情會紅藤尤尤尊 風吹金火屬情龍 情龍準好翁 陰心全無痛 亦是驚慘的阿度風龍 萬運情難無 還唱就沒有 可以 只是說 皇上你說 安平最想舉關這個陀螺 他不是一直在等 那個荷蘭的傳醫嗎 原來不會回來嗎 原地他採住了 原地採住 對 代表我概念我就就在這邊 所以就走不開 那林昭翁是怎麼回事 那林昭翁 對 因為他的一個 他這輩子苦難已經結束了 就有情仰 其實基本上來講 我必須說秀芳姐 一直以來的運勢 都沒有那麼好 就是不穩定 就穩定度其實沒那麼高 但是他大概 所以我應該更好對不對 你基本上在 我應該會有更好對不對 你的後面的運勢 你好會亂解釋喔 他不是沒有那麼好啊 應該說再慘也不會比之前慘了 就是後面的運勢 基本上會回來 你不會更好 就是再慘不會比之前好 你看老師說 我後面的運勢 基本上會再回來 老師根本都沒講 你有沒有聽到 老師根本都沒講 他自己解釋說真的 他沒有 你看重播 請看重播 老師沒有講 什麼啦 何修羅 對不起 他要快點高學 要休息一下好了 休息一下好了 我如果做廟宗 這禮拜拜我的運氣 你知道嗎 你這個意思